大家好,我是Mike Lin,欢迎来到Mike Lin Fitness 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视频是有关一些运动的护具 那平时我在微博上、网络上受到很多问题 这个运动起来需要买哪一些护具 那我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呢,我自己买过很多的护具 我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呢,因为也有些膝盖的伤啊,肩伤啊 然后做深蹲的时候,这个后面的后背也有一点伤 然后我买过很多护具 我现在也买过一些,比如说腰带啊,一些什么 那根据我的体会呢,就是说 我对护具的看法是这样子 有些护具呢,对你的确是有些帮助 当然,特别是像一个腰带啊 在你做大中央上升蹬的时候 还是对你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OK,也让你收集腹肌 然后对你的肌住也支持,就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些手套啊 我手上是个手套 对刚开始的时候,你训练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大概手的握力不够强 有了手套之后,你帮你防滑啊 然后给你增强信心的 就是说你握推的时候,戴不戴手套 有的时候,最后可能就是这个手套 给你给了一点信心,特别是让你防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有些护具是有些作用的 特别是有些像腰带,手套这些 我自己的看法呢,就是说,也不要太过依赖于护具 特别是像腰带的一样,腰带的话,很多时候 慢慢慢慢你把腰带拿掉的时候 腰带并不要缩得很紧 腰带齿的那个给你一个作用 提醒你自己要收紧腹肌 特别是在深蹲或者硬拉的时候 OK,而手套呢 都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实际作用 比如说防滑啊,或者是让你的握力更加大一点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的话,我自己训练的话 其实我也不戴着手套 因为我的手上的老箭也已经长起来 这个握铁的话,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疼痛 OK,很多人就是有的时候一开始训练的话 可能抓这个哑铃之后 可能会觉得有疼痛 但是,当你训练时间有一定之后 你有自己的老箭了 那你自己的,这个手就是你的保护机制 所以我自己现在是不戴手套 但是其他还有一些护具 比如说像一些助力带啊 像你做大重量的硬拉的时候 或者是一些背部训练的时候 有的时候助力带 我今天没有,下次我再演示一下 这个时候我帮你握杠 你握得更紧一点 不会是全部靠你的手 这个呢,是有一些作用 OK,这是我对护具的一些看法 当然,如果说你跑步的话 你跑步以前跑步的时候也伤过膝盖 那带了那个护膝之后呢 这边也有一个护膝 我自己没有带 我最近膝盖蛮好的 我自己跑步不多 当然有个护膝的话 是有一点点保护之后 给你一定的支持 更重要的呢 我觉得是提醒你 对这个腿部要注意一些保护 OK,这就是我对一些护具的看法 希望你会觉得有用 如果你觉得你对护具有些什么评论 如果有些问题呢 可以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或者说到我的微博圈留言 好的,今天就会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会有点赞 别吵